姜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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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珍聽得到嗎 姜珍 姜珍 姜珍寶貝 姜珍你在裡面嗎 姜珍聽得到嗎 姜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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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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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森森 你的生命始于世界污几 那里可是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一片土地 妈妈呢后知后觉 本以为是这次旅行中医高反的体质有所改善 后来才发现是聪明的你帮妈妈消除了高原反应 规避了妈妈吃高反药可能对你带来的一切风险 你在人生的第一周 就陪着爸爸妈妈在西藏自驾旅行 一路颠簸 我们一起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野外迷路 看了五千米高原上的壮丽风景 妈妈还带着刚刚着床的你 在烈日下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布达拉宫 在成年人都很难适应的雪域高原上 你就这样生根发芽 顽强地活了下来 所以啊 你大概可以想象 当爸爸妈妈发现你的存在时 是怎样的难以置信 爸爸 怎么办啊 怎么办 你再测一下去 怎么办 我说 还有 还有 在你出生的第二天 爸爸妈妈被前来例行查房的新生儿医生叫到了一旁 并被科普了一个心词 耳阔捏连 好消息呢 是这并不会影响听力 坏消息是你的捏连程度较高 医生也不确定上了矫正器就一定会变好 看着佩戴矫正器是啼哭不止的你 妈妈莫名感到一阵心慌 同时因为矫正的不确定性而感到无比的焦虑 然而原本需要做一个月左右小梵高的你 在第六天复查时耳朵居然已经长好自愈 连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呢 这是顽强的你带给爸爸妈妈的第二个关于生命里的惊喜 所以啊 森森你看 从最开始你就注定是个强大的生命 这份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定可以让你战胜生命中会遇到的任何困难 记住这一点 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削弱这份力量 你知道吗 森森 在巴妈肚子的第八第九个月里 我们因为上海疫情风控一起在家待了整整61天 这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抢不到菜不能保证你的营养 没有交通工具无法去正常产检 每天笼罩在新闻的负面情绪里 难以避免地陷入恐慌和焦虑 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大概是爸爸妈妈人生中迄今为止最无助最无奈的时光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 别忘记我们依然拥有着希望 很幸运的 爸爸在风控开始前刚刚新买了一台电瓶车 你可别小看它 这让我们在非常的日子里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正常产检 还让爸爸妈妈得以在往日车水马龙的上海市中心 慢悠悠地感受了温柔的春光 重新体验了一把学生时代约会时那最简单的浪漫了 风控中我们还收到过邻居奶奶的自制面包 收到过叔叔阿姨们寄来的各种物资 伴随着这些人性中最本真的善良 你在那两个月里依然获得了充分的营养 在妈妈肚子里茁壮成长 哦对了 爸爸妈妈也有很努力地与负面情绪进行对抗 积极调解心理状态 所以啊 森森你看 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事 但困境里我们也要保持希望 相信乐观 终能打败阴霾 你知道吗 森森 在你人生的第一年里 托你的福 爸爸妈妈又学会了好多新东西 怀孕期间我们学着做饭 为了让风控中的你依旧营养足 爸爸还徒手处理了人生中第一只整机 狼狈又可爱 你出生后到现在的三个多月里 爸爸妈妈一直在学着 怎样做好新手父母 妈妈开始学着哺乳 学着如何与你紧密相贴 如何帮助你正确贤乳 爸爸学着如何抱你 如何给你清理屁屁 洗澡 做辅助 虽然家里依旧还有许多鸡飞狗跳的时刻 但我们已不像当初那般狼狈 那般手足无措 而小小一只的你 正在学着如何适应子宫外的世界 学着微笑 学着发声 学着努力控制自己的死肢 这期间爸爸的人生还有了新的转折 工作了十年的他准备重返校园 顶着照顾你的疲惫 见缝插针地学习读书 准备申请和考试 所以呀 森森你看 人生就是这样 永远有新东西可以学 等你掌握了这些技能后 又会有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学习的过程是辛苦的 枯燥的 但记得别放弃学习 一切的付出都会有所回报 森森 森森 你知道爸爸妈妈最后为什么叫你一森吗 这个名字的寓意是希望你可以在爸爸的云霄中展翅翱翔 在妈妈秒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爸爸妈妈很爱你 我们会义无反顾地照顾你 支持你 除了我们以外 还有好多家人也很爱很爱你 悟空哥哥一直在期待着跟你见面 当你还在妈妈肚子里时 他会在妈妈听胎心时 在一旁默默关注着你的心跳 他想等你快快长大 早日陪他一起玩耍 你在特殊时期出生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排除万难 从北京和西安赶来看你 所以呀森森 你是沐浴在爱里出生的宝贝 这份爱会跟随你一整个人生 无论将来遇到什么困难 你一定要记得 家里有这样一群无条件爱你的人 有爱在 你就不会孤单 亲爱的森森 这就是你人生的第一年 这一年对我们来说 既有知道你来了的惊喜 又有害怕对你照顾不加的担忧 既有上海春日时光的浪漫 又有在家动弹不得的无奈 既有分娩生产的紧张 又有终于见到你的兴奋 既有新手父母的崩溃 又有被你笑容治愈的快乐 既有对过去日子的怀念 又有对未来新生活的期待 然而对你来说 这一年不会在你的记忆里 留下任何痕迹 所以爸爸妈妈希望用这个视频 把它记录下来 等你长大 把这段故事说给你听 我们的宝贝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